娱乐中心唐嘉兴报导和剑奇被称为最帅短剧主角 图翻设字和剑奇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颜值的人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机会 近年来 网微短剧非常风行 也造就了许多网红男神吉女 其中出演过《深情又隐》 《繁花如梦》等短剧的合剑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凭借着出众的外貌和渣的演技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逆袭成为娱乐的新星 还被封为最帅短剧男主角 不过 很多人能不知道 在未成名前 何剑奇只是默默无闻的铁工作人员 何剑奇的故事 要从高铁站说起 当的他 还只是一名普通的站务员 每天在车站里 缩 负责验票 引导乘客等工作 虽然工作稳定 但 于 他那帅气的令人羡慕的脸蛋 常常吸引很多 撕钱来打卡 每天都有人围着他拍照 甚至还曾 引起过小小的骚动 光是上班就能体验到当红 像的感觉 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机会啊 何剑 曾是高铁工作人员 图翻设字 何剑奇 一个不过 随着 气的上升 何剑奇也面临了不小的困扰 由于粉 们的热情 他的工作效率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是 一下 一个站务员被追着要签名和合影 连喝水 厕所都得考虑时间 这工作还能好好做吗 何剑 意识到 虽然高铁站的工作很稳定 但这样的升 并不是他所追求的 他决定勇敢转型 把自己的 职和才华用在更广阔的舞台上 于是 他辞去了 物源的工作 开始在网路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 意义 凭借着初衷的外貌和扎实的演技 他迅速在 路上走红 成为了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 何剑奇 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图翻设字 何剑奇 一个之后 剑奇更是进军演艺圈 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 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024年 何剑奇更获得首届权 微短剧人物大点按赞金糖果最佳男主角提名 金 他已经是娱乐圈的一线男星 偏约不断 广告 演接到手软 何剑奇进军演艺圈后获得许多奖 图翻设字 何剑奇 何剑奇的成功 离不开他出众 外貌和扎实的演技 但更重要的是 他敢于突破 我勇敢追梦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只要有想并未知努力 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我们下回来 我们下回来